华盛顿时间2月25日疫情最新消息 时至今日源自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开始了席卷全球的疯狂行为 而源头中国反倒在疫情的控制与预防上 开始取得成效 目前中国累计确诊人数为77785人 疑似病例仅为2824人 从中国官方的统计来看 现如今病毒感染者上升的势头大大削弱 每日均可保持在1000人以下 随着医疗人员以及物资的充裕 治愈人数也在快速上涨 目前已累计18971人治愈 但市场突如其来的瘟疫 带给我们的损失也是惨重的 除了经济建设的停滞不迁 更有2593位同胞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总体来讲 在疫情爆发的这一个月以来 中国的情况目前变得越来越稳定与可控 而反观中国以外的国家地区 正如开头所讲 似乎才刚刚开始被病毒席卷的步伐 一个钻石公主号邮轮便把美国搞得人心惶惶 并且互相推卸责任 在美国境内目前已经确诊了53例患者 其中仅仅钻石公主号就带来了36例的确诊病例 而本土确诊14例 还有3例围在武汉确诊后被接回美国 关于美国从钻石公主号撤侨的操作 也被各方人士质疑 其中让确诊的14人与未被感染的人 承作同一包机反美的行为 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特朗普知道此事后更是第一时间通过暴力披露 这事事事先为征得他的建议 他感到非常的愤怒 而美国的邻邦同在北美地区的加拿大 目前情况还算稳定没有大规模的病毒入侵情况 但是中国的邻邦韩国情况似乎不妙 目前已经累计确诊了977例 并且这个数字一定还会上升 韩国日前批准逮捕了一位名叫全光勋的牧师 就在2000前 大量韩国民众不顾禁令 在光华门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 集会上 这位牧师发表了一系列 关于病毒传播的可笑的不实言论 并称如果不幸被感染 请到我这里来 我让上帝治愈你 通过这次集会的视频 可以发现现场人群聚集 并且许多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但凡这场活动 有任何一位在潜伏期内的被感染者 后果可怕至极 欧洲的重灾区则是意大利 截止今日 意大利已经确诊了近300例 死亡11例 为此意大利还封锁了11个城镇 有5万居民在家中进行自我隔离 与此同时 美国CBC也发了意大利一级美国警告 如果说中国疫情的初步控制 算是这场病毒大战的初步胜利的话 那么距离全世界战胜新冠病毒 可能还有一大部分的路要走 所以现在切莫放松警惕 继续做好防护 早就让这个病毒彻底远离我们的生活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